一旦威胁 美国陆战队跟日本的自卫队 在北海道展开了联合军演 日本的记者更是直击 多管火箭系统的实弹射击 另外美军的海马斯火箭系统 也在现场场面非常震撼 多管火箭系统射出实弹 发出轰然巨像并冒出白烟 美国陆战队和日本自卫队 10号在北海道举行联合军演 两国共派出3500人参加 虽然美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因为弹药还没来并未开火 但现场仍有两辆多管火箭系统 威力不容小觑 火箭单射程约30公里 全日本只有被海道能够试射 这个MLRS多管火箭系统 特色是移动方便 在一般的道路都能行驶 最高速度为时速56公里 因此敌军会比较难锁定发射位置 在战场上能发挥关键性作用 此外为了承受发射 使得冲击车辆本身也设计成密闭式 但火焰狂风或者瓦斯 不会从缝隙中渗入 美日同胸深化防御战力 确保印太地区和平 而北韩动作频频 12号又发生了两枚长城巡翼飞弹 飞弹从平安南到借川市 沿着椭圆形和八字形轨道 飞行了约三个小时 命中两千公里外的目标 包含台湾和日本东京等 东北亚主要城市 都在这次飞弹的射程范围内 日本NHK更指出 这次试射的主要标的 还是驻日美军基地 到时候北韩可能将小型核武 搭载弹到飞弹上 可称的上是心得威胁 继续继继继续